跳到主题 我来这边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个概念 我们公司有一个概念 是怎样做到免费的无线网络 完全免费 不只是在台北免费 台湾免费 全亚洲免费 甚至全世界都会是免费的 一个方案 第二个目的呢 因为我也希望趁这个机会 能多认识各位人才 跟高手 很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有点紧张 所以说我就慢慢来 那我在我们公司 因为这个有个小故事 在几年前 我在国外写书的时候 常常被人家赶来赶去 因为我用他的无线网络 很可惜无线网络 那时候不是免费的 所以说我就在思考 怎样让无线网络 真正可以得到一个免费 因为所以说我们用一个 很前瞻性的思考 我发现要用资源的共享 唯有透过资源的共享 大家才会得到免费 无线网络的这个利益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这个台北 最近有个台北Free 的这个免费无线网络概念 是非常好的概念 但可是呢 我几经思考 我们觉得是说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用到 这么高额的成本 来做到这件事情 只要数百万 客户市民不需要到 数百万 我们就可以做到 让免费网络 在台北市 台湾 各地都可以实现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做到 让无线可以做到标网 而不会受到任何 restriction 所以说我们在云端 及硬体的技术上 我们开始做 这方面的控制 我们不需要花到 政府一毛钱 就可以做到无线岛 这是我们 一直在推行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认为 这样子做到的话 政府可以省掉 很多的经费 用在不同 很需要有用的地方 我们这一群 是来一些 很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 有银行家 有市场专家 也有 embody的engineers 有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 我们来组合了这个 team 不过我相信 我们这些人是不够的 因为 要推广这样的理念 我们需要很多的专才 专业人才 这大概是专业人才 我相信在今天 在座的各位 今天可能是全台湾 全中华民国这一天 专业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各位透露一下 因为我们的后台系统 已经开发完成 然后我们基本基础设施 已经建制了 现在我们很需要一些 特别的高手 特别的人才 跟我们一起 去 fulfill 这个 这个 这个mission 当然 I know it's very interesting 我认为 宾拉登是个人才 很可惜 美国人把他做掉了 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 我一定请宾拉登 来当美国的将军 人才 是很难求得到的 所以说在这里 我相信在这里 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 在这里 在座的各位 在这里 在这里 在那里 大家都是 我相信有很多 属于 我现在在寻找 HTML5 OpenWrt的这些 weblocation framework的人才 我相信在这里 一定 超过 九成都是 当然我们也需要 很多的网页高手 以及平面设计的高手 因为我们这条船 已经停在港口了 然后 我们还欠缺 很多人才 来做我们的水手 让 真正的 这个全新的概念 全新的平台 免费的无线网路 让它broadcast出去 真的时间很有限 我只有25秒 所以在这里 这是我的名字 我的email 跟我的电话 如果各位 对这个概念 有兴趣的话 待会儿 我想跟各位 交换个名片 或者是 您可以把我的 email跟名字 跟电话 可以抄下来 迟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联络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 Kito